那么我们这边来看一个案例 一个案例 这个是叫乔秀云非法侵入住宅案 那么这个案例其实也很简单 案情非常简单 就是说这个被告人乔秀云 那么他去找别人要葬 发现人家不在家 那么他就像李爱之要杖 用沙发堵住门不让李出去 并动手将李爱之打伤 当然肯定不是很严重的伤害 所以就没有做评价 那么在李爱之强烈要求他退出的时候 那么乔秀云就是不退 就是你不还我钱 我就赖在你家里边 就拒不退出 这是李爱之无法的正常生活 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直到6月24号 那么在相关人员的这个劝说下 乔秀云才离开现场 也就是说他一直在他们家待了 整整三天 整整三天三夜 在他们家非法的停留了三天三夜 拒不退出 那么这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的一种拒不退出的行为 是不是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 那因为这个乔秀云去要账的时候 其实至少是得到了这个李爱之的这个默许 准他允许他进入他的这个住宅 进去的时候 其实没有一个侵入的行为 进去的时候 至少是默认了他可以进入 那么现在要评价的是说 他有理由进入以后 但是他拒不退出 这个拒不退出的行为 得不能够评价成刑法上的这个非法侵入住宅 那么在这个判决里边 判决里边认为 这个被告人乔秀云 那么进入这个李爱之的住宅以后 那么这个李爱之呢 再三要求他退出 这个乔秀云就是不退出 那么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 非法侵入住宅罪 而且这个还最后还判了这个有序刑八戒 判了这个实刑 那么这里其实就已经 直接的涉及到了我们所讲的 不纯正不作为犯 是不是和罪行法定原则 相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非法侵入在理论上 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 有的学者会认为说非法侵入 那么他可以做一个宽泛的解释 他第一种情况 他当然是说 没有经过同意强行的进入 这个当然可以包括在构成要件的 含射范围之内 那么还有一种理解是说 经过同意进入 但是主人要求他退出 但是他就是拒不退出 拒不退出的行为也可以包含在 非法侵入的这样的一个构成要件的 一个表述 或者含射范围之内 那么这样的一种理解 就可能在我个人看来就是存在疑问的 当然首先从法益侵害的后果上来讲 那么他确实没有区别 这种拒不退出和非法侵入 在法益侵害后果上 他没有直接的一个重大的区别 因为这样的两种行为 他通通的都是对于被害人的这种住宅安宁权的一个侵害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这个对他明确的限定了 对于住宅安宁权侵害的方式 只能是以非法侵入的形式来实现 必须是侵入 那么在构成要件上来讲 这个侵入和不退出 在行为形态上就是明显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因此在我看来 这个不退出 新要求不退出的行为 那么无法涵盖到侵入这样的一个刑罚 概念这个含设方面 所以尽管他们这两个行为 这个不退出的行为 尽管他也有这种同等的法益侵害 但是因为他行为方式上的 这个不对等 或者说不相当 因此这样的一种解释 在我看来就是一种 属于一种类推解释 属于一种类推解释 所以大家会看到 对于这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这样的一种罪名 在他的构成要件里面 对于行为方式做了明确限定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不纯正不罪犯存在的空间 就要明显的线缩 那么他和最起码的原则的 这个冲突就会更加明显一些 会更加明显一些 反过来讲 像故意杀人这种 他对于具体怎么去实现 导致他人死亡后果的这个行为 没有特别明确的具体的规定 那么他的这个 和最新法定原则 不纯正不罪犯和最起码的原则 像冲突像敌伍的 这种可能性就要小一些 就要小一些 这种可能性就要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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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